墨地之后减强迅速的护干 这是一换一 闪电被逍遥出身打倒 格子这边打倒了折际 逍遥出身也倒地了 人数上JT姆一瞬之间陷到了烈士 但是RFG在远点是有人的 对 不过格子已经赶过来了 而且高点直接浮吗 胆子有点大 选择松手 卡着一个围墙 把黄色逼了下去 没错 那这样的话 夫人未果 但至少保证了自己的生存 格子在一楼突出冷箭 这是让JT姆没有能够想到的 持续的火力压制 何将也来了 现在在人数上面 RC是有绝对的优势 没错 折际的血量 它是可以卡住门的 利用了门 打倒一个 对方的跳枪又打倒一个 来自折际 一个爆头 一个跟伤 但是黄色的两枪头也很精准 一打一了 一打一 训练基地总是出名局 香神黄色 在这样的位置利用窗口主动选择 先把人补掉 但不多了 提前枪往后走 两位队友 敖带帕 最后的对枪是莫莫 站到了最后 神法的对拼之中 莫莫利用他的威力照 拿到了胜利 这场训练基地的对拼 从最开始 双方的节奏 双方的优势在不断的互换 最后拼的还是一个个人实力 看微博知不知道防距离有人 野猫和家猫经典的对抗 批一腰的故事 但是野猫好贼啊 他开门的时候没有往里走 他把门推开 骗一下身位 这是一个好习惯 是的 野猫 这是接连两天的雨林地图当中 都把家猫给斩鱼枪下 而圆点的程C 把愤怒的子弹 放在了明明的车上 哎呀 现在还是受起愤怒吧 另外一边你们的分散 又被VS给抓到了 这应该是对于这种 圈形前期的部署啊 被对方找到了甜头 没错 YZ打倒一个 水量保持的还不错 有机会能操作 但是两侧的枪线啊 把它夹得没办法 另外一边凯旋出枪 把刚刚打倒的VS的天 给打倒了 那这样的话 体坛也是掌控着 这个出枪的机会 另外一边听派也来了 NV的QC 两个背身 先出枪打一个 拉枪过来 直接连打两个 还有一个 这是来自GIMMY的枪线 这就是非常贵位的 一波漂亮的操作 虽然说真男人 只打正面 但是真男人 偶尔也打打背身啊 这种开心啊 是只有打过背身的人 才能够体会到的 而且这也是云地图特有的 没错 啊 哲兹这一个身法 我们先看完 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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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一阵的这个协同 体现在了他们的加油身上 真是 哲兹刚刚的那个身法 它是 其实是一个职业选手 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惯性身法 对吧 下意识的 一进一出 但是RSD是中招了 对 而且第二个人 他的状态不太好 就一四 哦 童家宝来了 童家宝这个时候 开始发难 但是老六不止一个 但是高点有一个人啊 现在房区里的人 可能不知道 散兵的位置 但是高点往前靠的话 有可能会发现散兵 不过看来 高点的人是在看山头 没有看房区里面 那童家宝可能就要中招了 不知道散兵 在雨林地图 初当老六的心情如何呀 在右下角的他 表情凝重 随时等待着 队友的一声号令啊 而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快当我 他好像被发现了 我刚刚在大地图当中 看到童家宝高点的枪线 那那个位置一旦被发现的话 手雷就来了呀 火也来了呀 我们再看另外一边 这是在洞穴 微博战队 我记得没错的话 像素应该是 打倒了高点的一个人 然后小帅吧 他已经跳到河里去了 有没有机会去河里 扶一下队友啊 我已经听到了 咕噜咕噜的音效了 小帅正在咕噜咕噜 又是一个老六 没有把握住 直接往前冲 掏出了Spot12 面对维克多 可惜 西北有高楼 Too young too simple 这一下面对我们 微博的老将明明 枪好使 不管用 还是得靠经验啊 身法上明明要更胜一筹一点 那ACT的另外两人 也只能扬长而去啊 不过在原点 是来自33的枪线 放到了SUK 你想一想 这些战队在这边驰骋的地方 原本属于谁 LGD 原本属于LGD 哎呀他们还 刚提LGD 就王媛媛直接 维克多出枪吧 城市给打倒了 那这样的话 整个南边的区域 属于LGD的地方 就被众多强队给瓜分了 而在派南当中 这场大战也一触即发 4M加入战场了 这怎么打呢 这个山头有点复杂呀 因为每一个山头 每一个石头后面 都有可能藏着一个人 对 不过4M是原点连续击倒两个 他可以凭借人数优势 直接压到近点 把人逼走 把人补掉 补掉了 没想到 不光防区打得凶 山头也打得凶啊 再看到派南当中 散逼的位置 应该是没有被发现的 一直在这个墙角 队友也给他封了阴 这一波作战 总感觉会继续地僵持下去 因为童家宝始终在 高点有一个人 没错 往里翻 要打得主动一些 先把楼梯清掉 你翻我就退 你退我就跑 不过如果要强行 在防区里打的话 实际上龙仔 还是支援不到的 没错 这个也是在昨天的 一场比赛当中 VS的一次复盘 刚说VS 这边治癌一颗火 烧倒了野猫 烧烧这边出枪 野猫直接被射掉 对 分数被分死掉 因为在这种防区 你后点的架枪不利用起来 你正面永远是一勺打多 对 来了 烧到了维森 一丝 童家宝渐渐地陷入到了烈势 清晨出枪 打掉一个 花花也被打残 要利用后点 欧队往前走 后点的架枪有没有跟到 嗯 再找 再找 找到了 再回头 没子弹了 换一把枪 这是打到一枪头 一枪身体 直接把676带倒 这是NV的地盘呀 这是令的领地呀 这一枪对于童家宝来说 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没有利用好后点的架枪 当对方捕捉到了 你后点有架枪位的时候 乘胜追击 是很难处理的 没错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VS的那部作战 昨天也是 前天是在防虚里面面对RST 没有利用后点的架枪 正面一小打多 很难赢 对 人数的劣势始终是一个隐患 再看到海边 小12 突然从游泳的姿势 变成了单手游泳的姿势 这是利棍游泳 安全就马上刷新了 现在提提的位置是十分靠难的 但是无所谓 往前跑的话 脚下的七级航和苏余路 就能听到脚步了 VS 这种结果我们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因为在上一个前 狼队的河岸上一站 几乎是把VS的竞选路线 给全员锁死了 对 而且这个河它是浅滩 你没有办法浅下去 而另外一边 我们骑着自行车的莫莫 也最终是被淘汰了 这也是意料之中吧 作为独狼 他确实做得足够多了 不过仔细一看 VS这边好像还是有人上岸了 神森森是在狼队的枪线之下 活了下来 对 那这就是一个变数了 而对于体坛 等了这么久 掌控了这片山头 最终迎来的就是他们 一直对抗的敌人TC 凯旋的位置很关键 是一个买点 TC他们把身后的多狼熬过之后 这个山头他可以自己打了 但是WYY一颗手雷炸到了Z9 这就不好说了 听到两个脚步主动拉起来 但是自己没有任何的掩体 对方这个基地服 完全融化在了山头了 融入了 看都看不见 王明月 这颗雷还是把Z9给收掉了 这样一来的话 枪声和雷声响起 ST也向南边伸手了 闻声而动 什么时候动呢 动到一半停了 这也不怪ST 也是因为王元月和小文 他们停了 对 而且山头嘛 还是要稳妥为主 攻击局 在另外一层是打倒了 NV的屈密 是的 狼颖手上还有六颗雷 这是他的制胜法宝 此时此刻 不得不提的就是江苏VS 没有能够在这场比赛完成 对于北京外国的超越 这个过河没过去 对 最后也被人发现了 清晨 本场比赛拿到五个淘汰 恭喜他 而且居民应该是能服的 第一时间没有被补掉 但是话音未落 QC清晨 这ST真的是哪边有声音 往哪边打 对 而且一个弓箭手 一个爆破手 顶到了最前方 我的天哪 有枪有炮有弓箭 他这个能够这么狂的原因 就是因为兄弟们在身旁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可别学 再看另外一次 狼队的PinkFate 一瞬之间是没有接住 江苏K1的攻势 这场比赛 确实看得出来 K1上一局的正面团战胜利 给他们找回了一定的自信心 这把 航哨往前跑的时候 应该要被补掉了 不在圈里 这场比赛从位置上来看 TC依然是有机会拿下一级 看看能不能够创造两年级的加技 在人数上TC也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信心是单挂在最南边的 时刻关注着ST的动向 是的 再加上今天王远远在这种山头 仿佛也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这手雷用的是有当年的感觉 这感觉每一天都是雷神下凡 是的 毕竟在世界赛场上 我们批谣战队 弓箭手 还在射 手拿弓箭手的出列 只有他一个 他真的是每天都玩得很开心 他那个凌空抽射 实在是太恐怖了 大家真的别学 队友不在身旁 这招绝对用不了 而且他肯定是知道 最后那个是散兵 是的 之前他俩一起直播就说 我一定要把你用弓箭射掉 才敢那么玩 昨天是射倒一次 今天是被散兵打倒了 对 随着我们的比赛 继续地推进 未来我们联盟当中应该会有一个全新的职业 全新的岗位就是弓箭手 对 随着我们的闲聊 阶段八马上要刷出来了 中间是一片朝着K1那边的山坡 而新的刷新之后 TC全员不在圈 这对于TC来说可能是个变数 但是他们拥有足够多的人数优势 另外这个圈刷完之后 给到K1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昨天的六场比赛 打完之后只有7分 这样的一个分数 他们绝对接受不了 没错 而这一局 是他们能够完成分数反超的好机会 是的 因为高点的TC和ST会率先接壤 K1可以以意代劳 来了侧面山坡能先打一个吗 打掉一个 一环一 那这样的话就算K1吃鸡了 也没有办法反超了 再看王源源是先打脚下的宝藏涛 但这个分数被K掉了 图南被逼到了一个侧翼 直接被阿兰抓到了这个侧身 宝头收掉 往前推进 挨打往下一趴 你看这个就是高点的优势 挨打的一瞬之间 就可以把伤害给缓解掉 而且人数互换之后 TC始终人多呀 看看派大兴 左边被炸了一下 右边回头 再来一下 SPA412 开始的在石头位置的星王绕柱 周围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 喷 没中 收枪直接被苏伊璐带走 K1的枪线很好 但是压力也比较大 炸宝的石头已经不在圈了 被锁定 炸宝已经倒了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一打三 啊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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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